老丁今年是我关注你的第十年了 我想要新出的那个乐高麦海的P1 你能不能给我拼 关注十年了 给你八小时拼完 拼完给你五百 八个小时才五百块钱 你再说五百也没了 挑战开始 打开计时器 共是3893粒 首先组装的是后车桥模块 现在开始组装它的七速变速箱 这里的结构好复杂 两小时四十分钟 然后我把整个变速箱给拼完了 你看不壮观 很漂亮的 它这个是完全帮你 侦测那个七速变速箱 里边变速结构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绿色的这个 还有这个橙色的 这两个是两个全线的叶 转到这里的时候 你看这个波差 就可以帮你完成换到 变速箱完工 就可以开始组装发动机了 看这大背发发动机 我转这个主轴的时候 把这个活车还动了 哦一出一进的 这里这个金色的地方 在麦凯伦批弯的原车上 这里是金箔做的 你知道吗 真金啊 它是用来隔离下面发动机舱 那个热量 接下来把发动机前面的座舱 装完成 已经是四个小时了 老公 第一本数字书已经快完事了 你知道吗 整个这个底盘骨架 已经能看出来了 是吧 这是两个换导拨片 现在是可以换导的 看后面 它是联动的 有点累了 但是停不下来 又花了一个小时 前车桥模块装好了 现在把它们合体 已经为六个半小时了 现在手已经算了 外面这个框架有出来 看到吗 拼完股价 开始组装车格 最后把发动机罩 和车位合体 七小时五十五分钟 然后现在就剩四个轮胎了 终于要完工了 一共花了七小时五十六分钟 四十三秒 轮骨多顺 这个是乐高鸡膜 专门给麦凯宁做的专属件 这上面这都不是贴纸 这都是印刷的 看个兜与关了 我在里边还架着一个照明灯 太帅了吧 我给你介绍的照 看这姿态 这里边都是弹簧的悬挂 然后这个是欢迎 真吃的可生降的尾翼 哇果然的生降 记得咱以前拼那个法拉利 它不也是护蝶门吗 但是说他俩的那个 开门原理不太一样 麦凯伦这个 它里边是个弹簧结构 这样它关门的手感 又更好一些 嗯 里面还有个东西 那当然反正能控制车手 让我照顾一下 哇 这个是一个 唯一的虚拟号光板 就像身份证一样 哎 我小孩有好玩的 什么 哇 这怎么回事啊 看这活摘 看这看 看这看 还有可以吃午吗 оров 迦 我们 早 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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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